新北幼兒園胃藥風波持續延燒 日前已經有八名孩童 驗血驗出芭比托的微量反應 讓不少爸媽非常擔心 衛福部八號成立專線 免費協助就醫檢驗 截至十一號上午為止 衛福部台北醫院 已經接獲87通電話諮詢 總共有二十五名兒童 完成看診將進行尿液檢測 我們也就是每個孩子 會比如他的尿液 但今天會有十位孩子的 而且驗的尿液檢測結果會出來 執行長強調 如果尿液檢測出現陽性 才會再進一步定量檢查 體內殘留藥劑的量 不過其實87通電話諮詢裡頭 有二十通電話都在詢問 是否可以進行毛髮檢測 因為家長擔心時間一長 只驗尿恐怕不太準 驗尿的話就可以在 是到幾星期 但是驗法的話是可以 在過去大概兩三個月 都可以知道 但是全台只有三個地方 有提供毛髮檢驗 包含榮總 中山醫學大學 還有法務部 我們不會沒有辦法 沒有這個能力 他們要用一些毛髮的意願 我們會把這個持續 因為這個是新北市 到時候會提供給新北市 這邊來參考 幼兒園胃藥事件 引起家長恐慌 都希望能詳細檢驗 真相水落石出 三年旬李維翁嘉宇 新北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公司